1月13日,百灵坛特纯华晨宇首次合作即限量新品发布会在上海盛大举行 作为发布会的绝对男主角,华晨宇在现场不但讲述了自己的真我音乐故事 更希望自己能够鼓励年轻人勇敢地表达自己,坚守自己的音乐道路 参加完天籁之战因改编神曲《我的滑板鞋》而备受关注 花花也在现场演唱了《我管你和我的滑板鞋》两首歌,掀起活动的高潮 也让我们好奇花花之后会不会再次改编神曲 花花的滑板鞋 花花花的滑板鞋 花花的滑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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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的經歷嗎? 改的經歷就是因為當時拿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很懵 然後結果他又只有24個小時 來去改編 而且改編完立馬就要上台去跟別人比賽了 所以用來競技的話 這個讓我壓力是很大的 然後我就一夜沒睡 就一直在想這個歌謠怎麼編不編 然後基本上就是一直弄到了第二天的快開始之前吧 才弄完 這個過程還挺折磨人的 很折磨人 因為你沒有辦法睡覺 像之前如果說是本身這首歌 它就已經適合放在舞台上唱的話 放在舞台上競技的話 那其實我不需要去做太大的改編 甚至跟製作人溝通完之後 它來做大量的改編就OK了 其實就沒有那麼難 但是像滑板鞋這首歌 它其實不太適合放在競技舞台上面 所以說必須得把它圓曲給全部給拆開 然後再重新煥然一些 採訪中華晨月透露新專輯將會在今年發行 目前還在全力籌備中 音樂上面 我現在就開始準備寫我的第四張專輯了 然後 應該會在17年陸續的會慢慢慢慢發了 那我先一手就開始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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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